让你太被声嘴堕紧 我们未打租过在奥运显长 也有乘官单位可以阻止态度粉丝 看奥运 台湾没有台看的 当然中国选手得这个金牌 那是最高兴的事 就是在中国 中国为什么不挂中国的过程 明天再挂我再给你撕掉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不仅我们台湾的选手林玉婷 被IBA扣上性别问题的风波之外 阿尔吉利亚的选手凯利夫 同样也被质疑是男生变性对吧 所以才压倒性的打赢意大利的女拳手 那这场比赛仅仅46秒 意大利的选手就宣布退赛 也拒绝握手 他担心自己继续留在场上 会被打到S 而这个背后的IBA国际拳击协会 在昨天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并且在这个记者会上 针对这两名选手做出回应 不仅没有拿出任何的实质报告检测数据 证据还在记者会上以毒乱回 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都是中国人 这个言论大概就跟翁晓玲是一样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对吧 但如果你们了解到IBA的主席来历 或许你们一点都觉得不奇怪了 IBA的主席是一位俄国人叫做 乌马尔列克姆料夫 他跟普丁是好朋友 好兄弟 普丁有好几次这个出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呢 这位主席也参与其中 所以就可以得知为什么在记者会上他以毒乱回 人家问你台湾选手跟阿尔及利亚的选手 你张口就来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都是中国人 我不想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诸如此类 在讲什么啦 你要不要顺便说阿尔及利亚也是中国的好了 全世界都是中国的除了俄罗斯之外 顺便再说一下外东北 枯叶岛还有外西北 贝尔加尔湖都是从中国手里抢来的 所以他们自古以来也是中国的 来讲嘛 而奥运现场也发现了不少带任务的中国粉红 紧盯会场上聚着帮助台湾加油的任何标语以及图片 即便没有出现所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通通不允许 并且会告知现场的工作人员 可能是运用着他的英文优势或者是他会法语的优势 看他的装扮就知道 他是中国国家队的随行人员之一喔 我们看这个影片可以发现 你不说我都以为他是不是翁晓琳在中国的妹妹 果然啊都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个翁晓琳啊不要再拿中华民国说法来说事来躺枪啦 你在微信上跟脸书上用词就是不一样嘛 你若是觉得你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华民国人 那你就大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路平台上说出来 不要老是简称啊中国中国中国然后来吃豆腐 你这么爱过时的宪法你怎么不去反攻大陆呢? 毕竟这是你几个月前主张过的 对吧?收复中华民国秋海棠反攻大陆 你可是要跟40多个国家宣战才可以拿回领土的啊 你是不是不敢?因为他们有枪杆子 所以你欺散怕二你欺负良民 而且搞笑的就是蒙古在1911年满清倒台之后啊 好不容易又从大清的版图中独立出来了 而我们在追回历史蒙古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是自己有一个政权有一个一脉相成的体系 而且语言文化自行通通都跟所谓的古代汉人建立的国家不一样 而他们是征服你的 而满清也不是汉人的国家 是他消灭了占领了蒙古之后 南下来把你这个汉人的国家给占领了 你们不要再议那个都是中国人 虽然蒙古国在1915年啊 中间因为俄国跟北洋政府的厉害关系 又宣布不让蒙古独立 直到1921年又在苏联的干预下立宪独立 1924年又改正体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 那小粉你也不要哭伤啦 说什么是外国势力分裂中国领土 你们共产党在1931年也是被苏联扶持下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是吧 那个黄埔军校也是你们为了要打倒北洋政府而建立的 而且那个也都是苏联资金啦 一直到了1945年10月20号 中华民国才举办了一场蒙古国独立公投 以100%的赞成票达到蒙古独立 这是宪法上的程序啦 所以不论是宪法上的表面程序走一个形式 或是1921年实质上蒙古的独立 或是你们可以说复国运动 无论如何 中华民国的秋海棠跟中共的老母鸡地图 通通都是意淫 都是乱七八糟的 这才是毁宪乱争 台湾在名义上是1945年10月25号 被所谓的光复 对吧 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手上 被美国指派去贷管 不要跟我否认这个贷管的事实啊 否则美国不会花这么多钱在台湾身上 每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不管哪一党都要去美国 所以按照 翁晓琳的秋海棠版本 这就是意淫啊 你拿的是哪一年的地图版本啊 如果你拿1945年10月19号 以前的地图版本的话 不好意思啊 根据你爱的认法 台湾不在这个领土范围 如果你拿的是1945年10月26号以后的地图版本 根据你爱的宪法 蒙古不在这个秋海棠的范围 而搞笑的就是 中华民国可以举行蒙古国的独立公投 但你却不敢让台独公投 你却一直洗台独是错误是假议题 那你让蒙古公投是不是假议题 是不是毁宪乱政 不管是否有苏联的压力 那这样就更好玩啊 有苏联的压力你才同意公投 那就代表你怕枪杆子 你不是尊重宪法 你这个大宪法派的 不该妥协是吧 打回去嘛 而且推一万步来说 蒙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互不隶属 文化上也都不一样的国家 所以我是建议剩下的这几天 巴黎奥运啦 台湾人可以不要举什么台湾啊 珍珠奶茶通通都不要举 你可以举八九六十坦克车 你可以举维尼中国 还有奥运都没有出不让 是吧 而且我觉得蛮好笑的 如果小粉红你拿着一个标语 或是一个地图 上面写台湾 is part of china 然后画一个五星红旗 或者是拿中共的那个 九段线的地图 包含台湾闪在里面 然后都涂上五星红旗 这样算不算违规呢 因为你毕竟出现了台湾的图片 图示跟台湾这个字眼 是不是违规呢 小粉红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有台湾人也想试验的话 我觉得倒有无妨 我也是蛮欢迎的 我们就可以检验看看到底奥会 是不是双标 因为你奥会的规定是不能出现 台湾的任何东西 但如果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可以被允许那就代表 奥会是有问题的 除非你这个也没收 那我就相信你是公正客观的 你也不承认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小粉红不敢在大萤幕上拍片秀出来 而现在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又开始了 两个多月以后的两会即将召开 那最近全球反独裁运动之后 孟加拉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该国总统前几天搭直升机逃往印度 人民直接占领了国会总统府还有总理的豪宅 并且推倒了孟加拉所谓的国父的各种雕像啊 壁画啊 而孟加拉的总统也宣布解散国会 并且任命诺贝尔奖得主担任临时总理 军方也倒戈向人民与人民政府效忠 这个孟加拉国的实权啊 是掌握在总理 总统很多时候是一个摆设 所以这边可以帮大家解惑一下 为什么是总理逃走而不是总统逃走 在南美洲同样进行革命的委内瑞拉 今天军方高层啊 国防部长突然宣布 跟独裁黑箱总统站在一起 虽然看来 委内瑞拉的人民抗争不会这么的顺利跟容易 但我觉得也别灰心啊 孟加拉也搞了两三个月才逼得总理逃亡 军界高层倒戈 那这个委内瑞拉到现在好像一两个礼拜而已 所以我觉得可以再努力抗争 每一个推翻独裁的运动中 或是建国的运动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是说躺在那边睡觉吹冷气 革命就会送到你面前 给你享受胜利的果实 许多人会问习近平会不会害怕呢 毕竟看到这么多独裁国家在倒台啦 我想说的是习近平怕的不是人民 他怕的是党内的人士 而且不论是不是委内瑞拉或是孟加拉 在习近平眼中看到的或许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 习近平看见的可能是你看我多牛逼啊 人民不仅不会反还爱戴我 这些独裁者啊 孟加拉也好 委内瑞拉也好 他们都没有我牛逼 他们都面临的可能被倒台或是已经倒台 或是逃败 败逃逃亡的风险 他们做了就会沦落到这种下场 看看这个以前法国大革命之前还有三级会议 还会表面上开了一下有人民代表的这个会议 但是同时期的大清乾隆有这个东西吗? 你有人民代表吗? 你可以跟皇帝叫板吗?可以吗? 所以现在的中国不仅结合了法家、儒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宫廷斗争制度 中国古代的三六九等之路你也纳入了 又在各种民间公司、学校单位、宗教组织里面 安插、党支部、党委书记在网路上搞严格管控 想要学独裁就学完整,不要学个半调子 所以习近平与金正儿的眼里看到的就是这样 我最牛逼 而我们看到的是独裁国家越来越少 或是独裁者越来越少 这样世界的这个重心跟焦点就会渐渐聚焦在越来越少的独裁者国家中 然后习近平跟这个北韩少数国家看到的是 哎你看我最牛逼全世界的焦点都在我身上 崇拜我吧 今天影片到最终结束,喜欢记得订阅我不生气 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帕尔小姐,拜!